看見你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Open your mind 求愛教育電台 作曲 李宗盛 你在哪里 我在世界的那一端 和你看着同一片天空 但却看到不同的世界 我的飞行日誌 加入广播天台 青年转动全球 我是玉娟 相信很多的年轻朋友 想要到海外去拓展事业 尝试不同的生活的时候 度假打工应该都是首选 因为一方面可以度假 一方面还可以打工赚点零用钱 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从2004年 澳洲纽西兰开放我们的年轻朋友 可以去度假打工以来 大概参与度假打工的人数 已经到达了20万人 其中有16万人 是到澳洲去度假打工的 其实在度假打工的过程当中 可以一面旅游 去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 另外一方面也能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 可以增加全球移动力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在度假打工之前 没有先做好一些准备的话 很可能会在海外 遇到一些难题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外交部公众外交协会的 副执行长李献章 他同时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就要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到底年轻朋友们 临到海外去度假打工 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外交部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赶快我们就来翻开 我们今天的飞行日志咯 副发言人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跟大家办一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 副发言人我们知道 外交部一直以来都有积极在推动 度假打工的计划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很多年轻朋友 当他们想要去度假打工的时候呢 可以很顺利的去进行 并且也可以从中呢去累积一些经验呢 我想问一下副发言人 您觉得度假打工对于年轻朋友来说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是 谢谢主持人 青年度假打工顾名思义 是以青年为主体 这个青年是18岁到35岁之间都可以 那每个国家规定年龄的 这个限制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度假打工 基本上就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 希望透过打工这样的一个方式 鼓励年轻朋友走出台湾 到全世界相关国家去 能够拓展视野 能够学习独立自主生活的一个能力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国际移动力 还有国际竞争力的培养 跟建构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现在可以让青年朋友们 申请度假打工的国家 好像有好几个 因为我们知道度假打工 它是要特别的签证的 并不是说我想要去就可以去 那大概有哪些国家 那刚刚您说18岁到35岁 每个国家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 限制吗 是的 这样子 目前从民国93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跟14个国家 签订度假打工的这个计划的协议 那么在亚太来讲 也包括纽西兰 澳洲 日本韩国 那么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一国 另外欧洲地区有9个国家 包括德国 英国 爱尔兰 比利时 跟斯洛发克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跟捷克 那么捷克比较特别是去年12月28号 才签署这个双边协议 那到今年 预计今年4月左右才会开始生效 那每一个国家的年龄限制 除了加拿大斯洛发克匈牙利要满35岁 以前都可以 那么捷克比较特别是26岁 18岁到26岁 那么其余的国家都是在30岁 18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朋友 都有资格可以来申请 OK 度假打工的期限 好像每一个国家有不一样的规定 对吗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或者说大家通责是什么 除了英国跟澳洲 可以打工度假打工的期限到两年之外 那么奥地利比较特别 只有6个月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所有的国家 刚刚提到的 另外11个国家 全部都是以一年为限 OK 其实你知道 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们去度假打工 但是主要就像刚刚傅发言人说的 是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 但是出国 总是还是需要一些经费 就是有些孩子 其实他们在大学时候 就已经是申请就学贷款了 他们未必有那样的经济能力 很条件可以出去 那受限于经济能力条件 他们一直没有办法 能够出去真的度假打工 所以有没有可能 在政府这边 可以提供一些贷款上的协助呢 是的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政府在过去几年 为了青年量身 定造了很多很好的计划 那么外交部这边 就是青年度假打工计划 那么在教育部这边 有一个配套很好的 就是青年海外生活体验 专案的贷款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的申请的条件 就是国人只要年满20岁 到30岁以内 未满31岁的青年 都可以提出申请 那么主要是提供申请 一般来讲 就是可以贷款最高的额度 12万 12万 那用很非常低廉的这种 用非常低的这个利率 现在目前的利率 是以越调整的方式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标准利率 越调整大概 平均目前是2.53的利率 所以你只要分五年贪还 平均如果连本金算的话 平均就要月付 2600多块台币 而且如果你有之前申请过 助学贷款 并没有排他性 你还是可以继续申请 不管你是出国游学 或者是度假打工 还是留学 你都可以有资格申请 那么针对有关低收入 中低收入的家庭 也是说年所得 家里年所得在114万台币以下的 青年 这个会优先办理 而且不用准备 我们最高平常贷款额度 是要自己能够提供30%的自备款 没有错 最高只能够贷到12万 但是以这个我们中低收入的青年来讲 他就不用准备自己30%的自备 OK 我觉得这蛮优惠的 就对于很多可能因为经济条件受限的 年轻朋友来说 其实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贷款 来帮助他们的话 事实上出国度假打工就不是梦了 不过呢 所有的条件都具足了之后 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 怎么样确保我们在度假打工的过程当中 可以非常的顺利 所以在这里 是不是也可以请副发言人来给 所有想要出国度假打工的年轻朋友 一些建议和提醒 比如说去度假打工的年轻朋友 应该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真的在国外遇到一些急难事件的时候 外交部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这个是大家青年朋友出去 除了是一个自我成长 自我磨练的一个机会之外 也要提醒年轻朋友出去之前 一定要做好很多的应该做的准备功课 那这些功课 当然我们外交部的网站 有一个青年度假打工的专区 所有包括出国应该注意的事项 还有各国的国情资料 交通安全的法规 甚至你如果到当地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或者说工资被剥削 苛扣工资这些问题出现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上面提供的申诉的资料 有一个平台 可以向当地国的政府寻求救济 我们代表处或大使馆也都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那么在这边要特别强调 有几个出国 年轻朋友出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容易记的slogan 是这个叫做七步无药 那七步呢 这个就是不非法打工 不预期停留 也不酒驾 然后不超速 不从事危险的活动 这个当然包括违法的行为 还有最后一项是不收来路不明的包裹 这个七个步是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还有五个药 这是比较积极面的 也能够完全确保自己在海外度假打工期间的人身安全 跟注意自己的行为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职场的安全 第二个要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 然后要构足适当且足够的医疗跟伤害保险 然后第四个要到我们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做一个出国登陆的一个动作 将你的相关的联系资料登陆在上面 万一你在海外发生必要急难的救助事项 是要外交部相关同仁提供协助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跟你联络上 那么最后一项就是拜托 年轻朋友一定要跟家人保持联络 这样子的话也跟家人联络 也跟我们住外馆是有联络的方式平台的话 那这样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必要的协助 哇我都不晓得 原来只要透过这个领事事务局那边一些登陆资料 我们的住外馆处其实就可以比较就近的马上提供一些协助给遇到急难事件的国人 所以我想这一点真的还蛮重要 也谢谢外交部能够这么的照顾我们国人在海外的安全 那当然很多年轻朋友也要体谅一下 在度假打工的期间呢 其实爸爸妈妈真的都是很担心孩子的安全的 所以定期的跟自己的父母联系报个平安 这也是必要的哦 那我们待会儿呢还要再了解一下哦 到底度假打工 我们需不需要一些语文能力呢 如果有语文能力 是不是找工作就会比较好找呢 还有在海外度假打工 会不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呢 如果真的遇到了该这么处理呢 我们待会儿一并再请副发言人来帮我们做解答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咯 好我们来听一首哦 应该也算是非常励志的歌曲 是由史密斯菲禅所演唱的 Fly Away From Here 希望呢 所有度假打工年轻朋友们也能够展翅高飞哦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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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how to die I don't know how to die We just cry I don't know how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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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适合的工作之外 相对的你在当地生活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很快的 很正确无误的 吸收当地的资讯 在这个方面能够确保 你在当地度假打工期间 能够过得很平安 然后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突发状况 也能够透过你能够适度沟通的 还有表达能力 得到第一时间的协助 所以这个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 是 没错 的确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需要就是跟别人沟通 去获得更多的讯息 所以我想语言能力 应该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我们起码要有一个 基本沟通能力了 不一定要讲得非常好 但是我想跟别人沟通 这个能力还是要有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 像一般我们在国内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相关的保险 像在国内还有这个 劳基法的保障 在这个国外度假打工的时候 当然可能遇到的就是 万一我在工作当中 有一些状况的话 那如果我没有保险 我可能要用现金 那我又没有钱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我们在国外 度假打工的时候 可以要求雇主提供一些 工作场所应有的保险 那甚至我们是不是出国之前 也应该要保一些海外的保险 能够确保我们在 度假打工期间 万一遇到状况 还可以有一些协助呢 主要我们强调这个议题 主要的原因是考量到 外国的医疗资源 相对这个费用非常 医疗费非常的高 对 所以我们在青年朋友 出国之前 我们通常会提醒他们 一定在国内的健保 务必一定还要继续保留 没错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一般我们现在出国 一般民众 大概都会买旅行平安保险 没错 可是因为旅行平安保险 只有180天的期限 是 所以没有办法涵盖 你在国外打工 度假打工一年 或者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势必会出现一些空窗 空窗期的情况 所以我们鼓励 除了在你的工作 雇主有必要 有责任帮你投保 当地的职场安全的保险之外 你自己也要选择 适合自己 适当足额的医疗 或伤害医疗保险 对 如果你有投保 伤害医疗保险 原则上就不用再加保 这个旅行平安保险 OK 因为它涵盖的范围更广 没错 所以有这样几个配套的话 将来你在国外发生什么意外 如果说住院诊疗费 相关医疗费用高昂的话 你还可以根据当地的收据 拿回来 跟我们健保单位 申请这个 归还这个医疗费的费用 虽然规定的比例 但是要在六个月内提出申请 请大家记得这个实现 OK 就回来赶快申请 六个月内要提出申请 OK 其实我觉得这个保险 有时候还蛮重要 它可能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了 那另外 我记得我自己在节目当中 也曾经访问过一些 度假打工的年轻朋友 他们也提到了 他们在海外工作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状况 尤其是在工作上的状况 因为你不要以为 在国内才会遇到 老子纠纷的问题 其实在国外也有可能遇到 尤其有一些年轻朋友 我们看到媒体上也报导过 像英国 意大利 那有一些青年朋友 他们在度假打工的时候 遭到雇主可能积欠 苛扣工资 甚至超时工作 等等这样的情况 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因为毕竟不是在自己国家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 是的 这个刚刚提到 大家出国进行登陆的这个动作 另外也跟家人保持联络 就是一个确保自己安全权益 及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那么第二道防线 如果说你碰到一些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些状况 我们外交部跟相关主要管 我们的外交部的网页 青年度假打工网页专区里面 有一个申诉制度的一个平台 里面有提供了14个国家 主管负责这个申诉制度的 相关的主管官署 联络电话方式地址都有 甚至以澳洲来讲 澳洲甚至在申诉的时候 受理申诉案件的时候 他还提供了华语方面的服务 OK 那如果你对这些地方 还有疑虑不了解 你也可以打电话 跟我们驻外馆处 了解寻求相关的这个意见 提供 甚至在你提出申诉之后 我们也会在当地 我们的驻外馆处 也会在当地法令许可的范围内 协助你追踪 你提出案子的这个进度 这个东西是一个事后的救济 那为了要 其实我们都一直强调 事前的准备跟事前的一些 正确的对度假打工应有的正确认知 比事后的救济要更重要 没错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鼓励说 年轻朋友出去的时候 要懂得怎么样自我风险管理 是 这个时候就要做到 你所谓的刚刚提到 一些行前的一些自我教育 跟自我功课 就要自己先做好 对没错 一定要先做好准备了 我觉得度假打工 你不要想说 我抱着一个冒险的心态去试试看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做好准备还是比较心安 因为毕竟在人生地不守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想事前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刚刚副发言人也讲到了 今年度假打工的专属网页里面 有一些讯息 甚至您真的也可以到网络上去 问一些过来人的经验 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助您在度假打工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顺利 那当然度假打工期间 难免我们工作上面 有可能会要开车 或者我们去玩的时候也会开车 这个交通安全 其实也是大家非常会去担心的问题 那爸爸妈妈更是不放心 孩子在外面 这个开车会遇到什么状况 所以我想是不是也有一些外交部的因应措施 或是提醒青年朋友要注意些什么呢 是的 那个刚刚提到的 青年度假打工专属里面 也建构了一个区块 完全是以收纳各国 在当地驾驶应该注意的一些道路安全的习惯 法规 交通法规 交通号制 这些都在里面 那同时我们也跟交通部建立站 有进行网站的连结 对 所以同步可以在建立那个交通部的网页 跟我们外交部的网页 同时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资料 那么以目前度假打工14个国家来讲 我们目前 其实我们外交部这几年非常努力的推广 这个跟相关国家洽谈这个免试换驾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OK 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88个国家跟地区 给我们国人免试换驾照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待遇 其中在这14个度假打工的国家里面 有6个国家 就是日本 韩国 比利时 爱尔兰 斯洛伐克跟波兰 这6个国家 还有澳洲的8个地区 跟加拿大的7个省份 也同样给我们国人免试换驾照这样的一个待遇 对 让我们国人出去经商旅游求学 这个长时间待在国外的时候 可以用最方便的最简单的方式 对 可以不用考试就可以 他的中华民国的驾照 到处爬爬照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就是因为外交部有这样子的一个外交协议 然后才让我们国人 也可以透过这个免试换驾照的这样的措施 可以真的在当地 就是自己可以很方便的开着车 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可是交通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刚刚傅傅爱人说了 在青年度假打工的专属网页上面 有各国的这个交通安全注意的事项 那么大家呢 在开车上路之前 最好要去看一下咯 那当然我想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重点之外 还有很多可能是青年朋友 在度假打工会遇到的状况 那最后是不是副发言人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青年朋友到外面度假打工 到底还要注意些什么 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呢 是的 谢谢主持人 那个除了刚刚提到几个出国登陆 还有要保险的事情 还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还有跟雇主要请雇主记得帮你投保 是 这些相关的攸关自己切成权益的事项之外 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出国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请你看看自己的护照 哦对很重要 最少还有六个月 那是最基本你出国 不管你是不是度假打工 还是出国理由 护照下期最六个月是一个基本上国际的一个共同的做法 但是度假打工比较特别 有些国家会规定你护照的效期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有些规定一年 有些甚至规定十六十八个月 所以这个要根据你 你要申请到哪一个国家 申请度假打工会有所不同 没错 所以这个特别要特别要注意的 那另外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很要提醒朋友的 就是说到国外有时候可能雇主提供住宿给你 那么你可能有时候自己在外面租屋 所以住屋的时候也要同时注意到住屋的一些 安全 你跟房东之间的这个权益 对 这个权利异役的关系 还有周边环境的安全 还有另外就是说你当地的医疗资讯 你也要先做一个稍微有一个了解 甚至当地的警察通报系统 万一也有国人在国外临时发生身体发生状况 要叫接护车 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 这些医疗资讯 还有甚至你如果说个人有特殊的病例 对 我们也非常我们强烈建议 要把自己的个人的病例带在身边 万一就医的时候 当地医疗院所能够第一时间掌握你的病例 对 其实这些都好重要 可是我们可能真的都会忽略这些细节 所以还好有副发言人来提醒我们 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度假打工的时候 做好万全的准备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外交部李宪章 副发言人偶来跟我们谈到了 到底外交部在度假打工上面 有什么样可以协助年轻朋友的地方 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 多加利用外交部的这个 青年度假打工计划的网页 那上面有非常多的资讯 如果您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今天非常谢谢副发言人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好我们节目也进行尾声了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不要忘了 下个礼拜五晚上的五点二十分 青年转动全球 再带您去遨游全世界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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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